然后接下来讲这个第二大点 终点表示法 那你看像咱们平时生活当中 肯定会问别人 你知道几点了吗 人跟你说几点几点了 这个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一定要能听懂会提问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终点表示法 首先你要问几点了 怎么说 这个会怎么说 那你可以说 ora是 ora是什么意思呢 时间点的意思 终点的意思 指的是具体的时间点终点 那你要直译的话 是不是就是什么时间点了 那是不是就是几点了 que hora es 这个是可以的 那还可以怎么问呢 Diene hora Diene hora 这是啥呢 你有时间点吗 这暗含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知道几点了吗 是这意思不 然后如果说话 客气一点 不说Diene hora 说成什么了 Diene usted hora 您有时间点吗 我想问的是什么 您知道几点了吗 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好 还可以怎么问呢 你有什么时间点了 那我问的还是啥 你知道几点了吗 或者怎么问呢 您知道几点了吗 是不是这也可以 再还有还可以怎么说 这句话呢 是不是就是特别正常的 一个一般语文句 您能 poder是能够 就相当英语当中 看这个动词 您能够 Decirme Decir 是不是告诉我 告诉我 La hora 时间点吗 您能告诉我几点了吗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Puede Decirme La hora 好 这就是提问 终点的几种方式 好 咱们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可以问 Que hora es 几点了 对吧 然后下一个 Diene hora 你有时间点吗 你知道几点了吗 Diene usted hora 您有时间点吗 您知道几点了吗 下一个 Que hora tienes 你有什么时间点了 那也就是说 你知道几点了吗 Que hora tiene usted 您有什么时间点 您知道几点了吗 Puede Decirme La hora 您能告诉我几点了吗 好 这是提问 然后再有 重点在于 怎么回答 对吧 然后再接着 像这看这个回答之前 首先一个 在看回答之前 首先一个 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Olivia 马上要给大家 画一个大表 画画不好 大家忍一下 那首先一个 大家要知道 这儿 这是几点 咱们看的是 分针 分针如果走到这儿了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什么点啊 整点 首先一个 你要知道 整点怎么说 是Enbundo Enbundo En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介词 Bundo 这什么意思 点 那比如说 咱们一个句子当中 最后像西班牙语也好 英文也好 最后是不是就会 点一个点啊 那这个点 那就是这个 Bundo Enbundo 这就是整点 然后再接下来 分针到了 比如说这儿 是不是就是 五分 Single 然后再接着 十分 Dies 那到了这儿呢 这是不是就是 十五分钟 那十五分钟 你可以用谁 Ginfe 咱们刚刚学完的 没问题 Ginfe 这是不是十五 还可以怎么说呢 还可以用 Guardo Guardo Guardo这个词啊 它有小房间的意思 它有什么意思呢 Quarter 这是不是有点像 它还有什么气度啊 四分之一 这样的意思 那你想想 六十分钟的四分之一 这是不是就是一刻钟 所以Guardo 它有一刻的意思 所以等到了几点十五分 你可以说Guardo 然后再接着一刻是Guardo 然后再接着半点 半点的话 大家就想 哎 这不就是 呃 这半点 这不就是三十分钟吗 那你也可以用哪个Media Media 在这儿是一个大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 半小时 半小时 然后再接着 再往这边走 到了这儿了 那我说什么呢 还可以说Guardo 为什么还可以说Guardo呢 它是这样 那你看这个大表 我说让大家看的是分针 从这个零分开始 一直到半点 它要做的是什么法 加法 它要用连词一 来结合起来 要用连词一 来结合起来 那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点五分 那就是一和五 那如果要是一点十五 那就是一和十五 一点半就是一和半 那如果过了半年以后 那这一圈呢 它就不能做加法 要做的是什么法呢 要做的是减法 那要用的词呢 就是minus minus在这当什么讲呢 就是差 那比如说 像这个一点三十五 那你就得怎么想呢 是两点差多长时间 二十五分钟 大家是不是觉得 西班牙人数学特别好啊 像这几十以内的加点法 应该还是可以的 六十以内 那所以你三十五 就得是两点差二十五分钟 那如果要是一点四十五呢 那你就得怎么想呢 两点差十五分钟 所以这儿我也用的是谁 guardo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没反应过来 如果要是说一点四十五 我就说一和四十五行 行 也能听懂 没有问题啊 好 这这个大家先有一个概念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 先给你画一表 对吧 看的分针 那如果这儿呢 是不是就整点 整点你要用的是谁呢 就是enbundo 整点的意思 然后走走走 一刻针 这是不是guardo guardo 当然你用quinte 这也不算错 然后到了这儿呢 这是不是就半点 你要用的是谁呢 media 然后再接着 过了半点以后 这儿呢 你还可以用guardo 为什么 半点之前 做的是什么法呢 加法用的是连词一 一和五 就是一点五分 二和十五 就是两点十五分 然后过了半点以后 要做的是什么呢 可以做减法 当然你做加法也可以 你做减法更好 那像一点四十五 你就得怎么想呢 两点差一刻 那如果五点五十五 你就得怎么想呢 六点 menus 差五分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咱们具体来看一下 在句当中 怎么表达 首先一个 大家先记住几个 代表性的句子 那你就都会表达了 看第一个 es la una enbundo es la una enbundo 这是什么呢 一点整 你像这个enbundo 你也可以不加 那我直接说es la una 这个句子 它也不算错 好 然后再还有 大家要注意 你看这时候 la una 指的是什么 小时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在表达一个终点的时候 你这个数字之前 一定要加定冠词 必须要加定冠词 不论你在回答 现在是几点了 还是表达我几点 做什么事情 那只要是终点 前头b加定冠词 而且你这个定冠词 要么是la 要么是las 它都是阴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儿呢 它是不是省略掉的名词是谁 ora ora它是不是小时终点的意思 对吧 这个一这个终点 一这个小时 那ora它这个词 是不是就是阴性的 所以我加冠词 要加的是阴性的形式 什么时候用la 什么时候用las呢 小时是一 那用的是la 小时是二以上 那就是dos 好 那为什么一它没有用uno 用的是una呢 那是不是还是带的是谁啊 ora 所以它都用的什么形式啊 阴性的这个形式 能明白吗 这意思不 好 这是我通过这个句子告诉你的 第一点哈 只要是表达终点具体的时间点 那你一定要加什么定冠词 你定冠词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要么是la 要么就是las 都用它阴性的形式 只要小时是一 那用的就是la una 只要是二以上 那就是dos 只有一会变化 变成阴性的形式una 二以上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了 就啊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再有 那你看 只要小时是一 定冠词用单数 动词也得用单数 Es la una in bondo 记住我这句话哟 只要小时是一 你不管它是零几分 零五十五分也好 只要你表达出来的小时 或者写出来的小时 是一 这一套都是单数的 动词变位用单数 定冠词用单数 好 那再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例子 Es la una y guardo Es la una y guardo Guardo这是不是一刻的意思呀 那所以这个句子就是什么呢 一点十五分 是不是一点一刻呀 那你看是不是就是 只要小时是一 定冠词用单数 动词变位用单数 那一点二十呢 那你会怎么说 那是不是就是 Es la una y vende 就可以了 你不要管它零几分 只要小时是一 这一套都是单数 好 然后再接下来看这个 一点半怎么表达 是不是 Es la una y media Es la una y media 好 然后大家要注意 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 画大表的时候 说半点之前呢 用的都是什么法呢 用的都是加法 对吧 这些是不是都特合适 那半点之后 你可以用加法 一和四十五可以 然后完了 你也可以用减法 会用哪个词啊 是不是会用 minus 那接下来 大家再看这个 Sola dos minus single Sola dos minus single 这是几点呀 是不是两点差五分 那两点差五分呢 就是一点五十五 那有同学老师 还是一点呀 这你为什么用的 还是复数呢 只要你说出来的 这个数字 和你写出来 这个数字 不是一了 那你这一套 就都得用复数 动词变味用son 用第三人称复数 然后定观词 也要用复数 Sola dos minus single Sola dos minus single 其实刚才这个 会了以后 所有的你就都会表达了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是不是只要表达 终点 一定要加定观词 要么是la 要么是las 小时是一 是la una 二以上 是不是用复数 la dos la tres blablabla 然后再还有 小时是一 定观词用单数 二以上 是不是用什么数 复数 如果是半点之前 你可以用一 做加法 半点之后 你可以用minus 做减法 是不是 几点差几分 好 刚才我说 刚才那几个句子 你会了以后呢 那你就都会表达了 咱们来练几个 看这个第一个 11点40 11点40 你会怎么想呢 是不是12点 差20分钟 12点 它是不是小时是一以上 那你动词是不是要用复数 是son 那动词变位 是不是也要用复数 用谁呢 las son las doce 差20分钟 那会怎么说 menus vende 这是不是又出来了 son las doce menus vende 好 然后再来一个 3点45 3点45 你会怎么想呢 是不是4点 差15分钟 那也就是说 4点差一刻 前头那4点 怎么表达 是不是son las doce 然后差一刻 一刻中 是什么来的 guardo 那你得用哪个词 menus 所以这句话就是 son las doce menus guardo 你这舌头能 说利了 guardo 这是guardo 这是一刻 son las doce menus guardo 那如果要4点一刻呢 4点一刻 那是不是你就得说 son las cuatro 和 这是不是半点之前 你可以做加法 对吧 那和一 一刻中 是不是guardo 多写了一个 son las cuatro menus guardo 好 然后再接着 再来一个9点55 9点55 你会怎么表达呢 是不是10点差五分 那就是son las diez menus tengo son las diez menus tengo 好 再来一个 这个12点一刻 这是不是12和一刻呀 那就是son las doce y guardo son las doce y guardo 那么看下一个 12点45 这个你会怎么说 想清楚啊 12点45 是不是一点差一刻 现在你表达出来的小时数 变成一了 那你这一套 是不是都是单数的 那应该怎么说呢 是不是 es la una menus guardo es la una menus guardo 所以这个稍微考了一下大家 看你能不能反应上来 只要你小时是一 是不是你一套都是单数 现在你想说一点差一刻 你肯定会说 es la una menus guardo 好 这就是这些终点的表达 然后再接下来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像之前这些 12点一刻 son las doce y guardo 那我是想表达 那我是想表达 是晚上12点一刻 还是中午12点一刻 怎么表达呀 那答案是晚上12点一刻 是不是晚上得 12点一刻呀 晚上是哪个词 是不是noche 晚上得 这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修饰作用 哪个借词可以帮你一把 因为你名词不可能来直接修饰名词嘛 对吧 那肯定会用谁 de 所以那这个就是啥呢 de la noche 那你就可以说 son las doce y guardo de la noche 那刚才又说了一个12点45 对吧 那如果要是说是晚上的12点45 那也会这么说 是不是也是 es la una menus guardo de la noche 所以接下来啊 就会告诉大家 上午的下午的晚上的几点 怎么来表达 上午的那就是 de la mañana de la mañana 下午的呢 照葫芦话瓢杯 就是de la tarde de la tarde 那晚上的就是 de la noche 那像这个de 大家要弄清楚 为什么我用de这个解词 它是不是表示一个修饰关系 它前头必须要紧加 紧跟 具体的时间点 终点 它只用于词 它必须要紧跟终点 你才知道这个de 它修饰的是谁 对吗 原来咱们是不是学过 por la mañana por la mañana 这是什么意思 在上午 所以它跟上午的 这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de la mañana de la tarde de la noche 然后来修饰具体的终点 那比如说 上午十点 那你会怎么说 是不是以前说十点啊 son las diez 那上午的十点 那是不是就是de la mañana son las diez de la mañana 如果要说晚上十点呢 那就son las diez de la noche 晚上呢 de la noche 好 那这个终点 怎么来表达 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 接下来大家再想啊 咱们平时除了来说 现在几点了 是不是更多 你还会用 我每天几点我干嘛 几点干嘛 一会我几点到 对不对 那你想这种表达 是不是在几点 做什么事啊 那你英语里头 在几点做什么事 你会加一个介词 你会加哪个at 对吧 那咱们西语当中 会用谁呢 a a后头加的是 具体的终点 表示在几点 做什么什么事情 a加上具体终点 表示在几点 做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再有 再回想 在给大家介绍 es la una的时候 给大家讲 只要你出现了 具体的终点 一定要加什么东西 定冠词 而且定冠词 都是音性的 小时是一是la 二以上是不是las 那在这 它也是一样 那比如说 给大家看一个句子 me levanto a la siete de la mañana me levanto 这是不是我起床啊 a la siete 是不是在七点起床 de la mañana 这是不是咱们刚讲完的 上午的七点起床 对不对 那你像这个a 是不是表明 在几点做什么事 是做时间状语的 对吗 然后再还有 只要你表达终点 一定要有什么样 一定要有定冠词 所以这句话 说完了以后 就是me levanto a la siete de la mañana 然后再接下来 如果要是把这个 a la siete de la mañana 画上 我想问什么呢 你几点起床 对不对 那这个应该用 哪个特殊文字啊 那la siete de la mañana 这是不是 que hora 什么时间点 那是不是又等于是 对借词后头的东西提问 要把借词放在哪啊 特殊一问词 之前 所以那你就应该说什么 a que hora de levantas a que hora de levantas 所以说 对终点提问 那你用的特殊一问词是 a que hora a que hora 在几点 在几点 做什么事 好 我再重复一遍 对借词 后头的东西提问 要把借词放在 特殊文字之前 la siete de la mañana 这就是que hora 那这个a 是不是应该 放在 que hora之前 那你提问 在几点 做什么事 就是 que hora 好 再给大家 看一个句子 这句子 怎么做 我每天六点下班 那像这句话 变位动词是什么 是不是我下班 有的人说 老师完蛋 下班没学过 那这下班 是不是就是 我从办公室离开 在几点呢 六点 对吧 那你会怎么说 离开咱们上几个学的 salir salir 它在我上的变位 应该是什么样 是不是salgo 那你这句话说出来 就是salgo de la oficina a la seis todo los días salgo de la oficina a la seis todo los días 那如果要对这个 a la seis tiven 那应该有 哪个特律文字 是吧 a que hora 那你几点 从办公室离开 那是吧 a que hora salis de la oficina todo los días a que hora salis de la oficina todo los días 好 就这个 然后再接下来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么几点 a加上具体 终点表示什么呢 在几点 做什么事 a que hora 提问 在几点 做什么事 好 再比如说 你每天几点睡觉啊 是不是你睡觉 你睡觉 睡觉指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躺下的那一刻 这个动作 对吧 是不是要用的是 acotarse acotarse 还记得它怎么变位吗 那是不是o变成 u e 那么你睡觉的话 是不是用第二人称单数 那就是de aguestas de aguestas 那你每天几点睡觉 这是不是就是在几点啊 那你要用特殊语问词 就是什么呢 a que hora 那是不是就是 a que hora te aguestas a que hora te aguestas 好 这是这个啊 然后那到这儿呢 咱们跟终点相关 就给大家讲完了 先讲了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下 怎么来提问终点 对吧 提问终点 几点了 怎么说 que hora es que hora tienes 或者是 你能告诉我时间吗 puedes decirme la hora puedes decirme la hora 好 然后再接着 再表达终点 小时是一 那是不是就是 一切都用单数 只要表达终点 一定要定观词 对吧 那一点整 怎么说来的 es la una en bondo es la una en bondo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如果小时是二 小时是二以上呢 那是不是要用复数 对吧 而且在有半点之前 用的是加法 半点之后呢 用的是减法 那如果一点一刻 是怎么说 es la una y cuarto 然后再接下来呢 如果要是一点半 是es la una y media 那过到半点以后 如果要是一点四十五 是不是就是 son las dos menos cuarto son las dos menos cuarto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如果要是说是 表达上午的几点 下午的几点 晚上的几点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到 一个借词 直接修饰终点 这两部分要紧挨着 那上午九点是 son las nueve de la mañana 下午四点呢 son las cuatro de la tarde 晚上十点呢 son las diez de la noche 好 这就是这个 中天表示法